王室隐藏凯特真实情况 新闻稿用的都是老照片 本尊至今未出镜 凯特王妃出院已经有一段时间 大众悬着的心不光没有放下 外界的传闻还愈演愈烈 在温莎诊所秘密治疗了两周 但是却没有一张近照流出 揭克凯特的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肯辛顿宫给出的声明 凯特目前已经前往桑德林恶姆度假 威尔士三宝也紧随其后 但是最离谱的一点是 即使媒体长枪短炮围堵 但是却没有拍到凯特王妃的照片 现在查尔斯也在桑德林恶姆接受治疗 全程公开透明 英国帝后在镜头面前出现了很多次 相比较而言 凯特王妃就显得神秘多了 最后一次亮相是两个月前的圣诞节 之后再也没有出镜 王室给出的理由是 要尊重凯特王妃的隐私权 因此并没有公开更多细节 但是王室粉丝却不买账 认为这是在隐瞒凯特的真实情况 根本不想让大众知道真相 国王患癌的消息都能公布 王楚飞的腹部手术 却始终遮遮掩掩 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因素 王室专家施菲尔德认为 凯特王妃人美心善 是王室规矩的忠实拥护者 这次生病很有可能遭遇了意外 无论是入院还是出院 王室都没有发布任何照片 甚至媒体也三间七口 因此不少王室专家都相信 如果是正常患病 即使是绝症王室也会宣布 但是现在却故意掩盖真相 由于王室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种种离谱的传闻都来了 我们对凯特的担心也加重 细心的读者也发现了 无论是王室观王 还是八卦小编 新闻搞清一色用的都是老照片 也就是说从圣诞节后 凯特王妃本尊从未公开亮相过 完全活在媒体的嘴里 反观查尔斯国王治疗期间 多次被媒体派到进出医院 双方形成了鲜明的插角 平安夜的凯特王妃 虽然光彩照人 但是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 当时其实在强撑着 虎光多次轻抚小肚子 并且还破天荒穿了冬装和裤装 抛弃美美的连衣裙 就是为了保努 事实上圣诞节活动上的凯特 已经销售了不少 胆衣里面有厚厚的垫肩 当时这套造型遭到了吐槽 如今看来更像是 眼带真实的状况 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 更加魁梧一些 为了稳定局势 英国王室使出了 温水煮青蛙这招 先是宣布凯特在复活节前复工 之后被复古医生直接打脸 休息期更是延长到九个月 如今王室换了策略 宣布威廉一家五口 到桑德林恶母度假 美其名曰要换个环境 但是从头到尾 凯特本尊都没有出警 媒体绝地三尺 也没有拍到近照 这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俗话说最是无情帝王家 泰国的帕公主 已经消失了一年半的时间 早已养无音信 王室方面守口如瓶 只说是在重症监护室 通过机器续命 之后再也没有公布近况 即使无数双眼睛盯着凯特 但是却没有公布近照 所有的新闻通告用的都是老照片 这些细节其实很值得推敲 也很能说明问题